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国 美国在管制班线里面都是你们的爱国者 人家觉得你这个问题好奇怪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为什么要爱国解治港呢 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国两制 如果有些管制扎扣里面的人 如果他是反中央的 反特区的 他不想推行一国两制的 要破坏的 要危害国家安全的 那这些人怎么能够在管制扎扣里面呢 所以这个爱国者的要求是必须的 一国两制就基本上就是 其实也包含着爱国者自港 你说哪一个国家 他会有不爱国的人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 从来都没有这个规定 我也没有任何看到这个情况 爱国者自港不是最高标准 而是港人自港的最低标准 所以我非常赞成支持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填补了我们过去的 有些流动或者不足的地方 那根本上爱国者自港这个 这个本身就是一国两制的心 全世界都一定是去国者去管治一个国家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政治能力 等于我们必须爱护我们的家庭 爱护我们的父母 爱护我们的子女一样的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来的 现在香港的很热的题目 是问是否香港应该是否 香港应该被独立的 为了我 这就是最基本的 和实际的要求 你必须爱自己的国家 你必须爱自己的城市 之前你会做得好 去独立的城市或国家 我们香港人爱香港 他才能把香港发展好 治理好 这是根本上需要的原则的条件 香港假如需要继续繁荣稳定的话 一定要有爱国者来管治好香港 香港才能够行稳支援 继续繁荣稳定 应该都是为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明 去出谋献策 去度调 去想法的人 不是整天就是整天都在想着 怎样去破坏这个管治 怎样令立法会反缓政府 希望特首要下台 这些是什么东西的公权人士呢 我觉得大家观众 市民大部分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了 我希望修建以后可以更全面地落实爱国者治港 让香港的政治形态更健康 更务实 更具建设上 我希望落实爱国者治港以后 香港可以集中发展精致感上升 我们把有关的选举法 包括香港的本地立法 把它修改了 有了一个正常的管治班子 有了一个正常的行政立法关系 香港本身的发展 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住房问题 我们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这些也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然后我们就可以掌握国家 给我们的发展机会 感谢观看